这是一排等着吃软饭的男人 全身扒得光溜溜 就连肌肉长度都得拿尺子精准测量 肌肉过关后 下一步则是颜值评判 轮到最后一个男人 这长相 这五官 是个暖床的好料子 幕后的长公主嗅到美色的味道 连忙跑了出来 今天的侍卫选拔正是为了她的终身大事 孔武有力 又宽又长的才能成为她的后援团 一年一度选飞大典 正是为了充赢她的后宫 丰富娱乐生活 眼前的这个男人显然已经入了发言 当天夜晚 顾玄清推开房门 就看见长公主早已做好完全准备 轻薄的衣服 水润的眼神 这样一副垂涎欲滴的画面 顾玄清不禁握紧了拳头 春宵一刻值千金 男人无庸置疑获得了恩宠 一番精湛的功夫让公主难以自拔 还画下了大饼 隔天一早 她扶着酸痛的腰走出公主房间 收到了小弟们连连羡慕的眼神 公主赏赐的慰问补品 当然 还有同事们极度的目光 可顾玄清的来历并不简单 表面一副纯真小买口 实则是对家派来的细作 来到府上选飞 不过是为了寻找公主训私枉法的证据 一番操作猛碌 却被公主逮了个正着 联想传闻中公主的心狠手辣 正想自行了断 可对方却说 却可把她整猛了 公主到底是贪图美色 还是贪图武力呢 预知后事如何 敬请收看短剧 长公主在上